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即将凋谢的郁金香 那郁金香通过修剪 您记住了是一定可以做到复花的 大部分的地区都能够做到 具体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剪 郁金香的修剪很简单 我们是剪花不剪叶 看到藏花凋谢以后 直接把藏花贴着花梗的地方 给它像这样修剪掉 为什么要保留叶子呢 接下来我来说 保留叶子的目的是让它多晒太阳 接受光合作用积累养分 回流到囚禁里来养球 因为第一年郁金香开花囚禁消耗了大量的养分 如果你不养球的话呢 来年是不可能会复花的 那很多话有问 我家里是水培的郁金香怎么办呢 同样的处理技巧 修剪完藏花以后 把它回种到土壤里去 让它在土壤里吸收养分 并且多晒太阳积累 光合作用产物 这样的话呢 去养球才有可能复化 再下面一个技巧就是一定要给它施肥 您想想啊 它的花朵把养分都消耗掉了 你不施肥 它拿什么去长球呢 那肥料的适用很简单 最好是用花朵朵12号 它是一种高甲的复合肥 可以及时的补充球径的营养 可以长球 如果没有花朵朵12号 也可以用普通的复合肥 比如说颗粒复合肥 像花朵朵一号 或者植物营养液都可以 那在生长季节 我们可以每隔15天左右 就给它施肥一次 薄肥勤施 非生长季节呢 可以不施肥 或者呢少量的补充一些 有阶肥等等 那像这样的持续施肥 和持续的光照 就可以让它来年重新的复花 这个就是鱼筋箱 修剪和复花的意义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转发 加评论加收藏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了